2024年巴黎奥运会 乒乓球男子团体金牌赛 中国队vs瑞典队 最终中国队以三个三比二 直落三场 以三杠零的大比分击败瑞典队 夺得乒乓球男子团体金牌 赛后王楚金 马龙以及樊振东接受采访 每个人眼里都有泪花 龙队更是直言 新的庆祝动作就是宣泄 宣泄着什么样的情感 宣泄着 单打的情感 然后包括 这个奥运会的过程太漫长了 所以想着终于结束了 龙队 在南窗获胜之后 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当时就觉得顺势 因为觉得确实是奥运会的比赛 我觉得不同于以往的比赛 你这种所有的这种压力也好 或者在场上这种纠缠 这种心理纠结也好 就是可能确实挺是一个难得这种经历 我觉得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最后来说是一个回忆吧 樊振东 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看你一直在活动自己的右臂是有反应吗 确实可能今天还是比较胶着吧 可能打完下来有一些反应 但我觉得最后能够赢下比赛 为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不容易 恭喜中国国平男团 理由鸟贺 始终的监造 确实 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